继上周国内首传伊波拉疑似的病例之后呢 昨天又传出华信航空前天的载 带了一名来自疫区的奈及利亚男子到中国浙江宁波市 入境的时候发烧疑似感染伊波拉病毒 已经送医隔离检验 疾管署表示呢 这名奈及利亚男子周二从桃园入境 当时没有发烧在台湾待了三天 前天从桃园机场搭往 中国宁波 在台湾的行程核式发烧 中国仍持续调查 而华信的飞机呢 在中国已经完成消毒之后返回台湾 曾经服务过这名男子的两名空服员 也暂停职勤 在家做自我健康管理21天 如果中国确定排除这名男子染病之后 这两名空服员就可以提前解禁 而至于搭机时的座位 临近奈及利亚男子的五名乘客呢 都是中国籍 也在中国当地卫生单位留置观察当中 然后再次准备